红茶除了下午茶我们拿来喝以外 你还会做什么应用呢 今天老师来带来一道 抗老的养生料理 红茶纸米莲藕 我们先准备红茶包 红茶茶叶都OK 那我们先把大概1500毫升的水煮滚 那我们可以加 看你的适量的红茶 我们就给它煮四包的红茶包 那我们稍微给它滚起来 就跟我们煮红茶一样 也不可以煮太久 因为这样会有色味出来 因为红茶是一个熟成的茶 其实是比较温润 比较不伤味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有一点时间操作 准备这个莲藕 因为莲藕是一个水生植物 其实很利尿清热解火 所以我们准备好了把它洗干净 我们把它切开 那我们就把这个莲藕纸米 均匀地放进去 口感上面色泽上面会更漂亮 好 假设整个都塞满了 那这个盖子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 稍微在填满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剥开以后剥平 把它盖回去 等于是恢复原状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固定呢 因为我们要去炖煮一下这个莲藕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加一个牙签 我们斜斜地把它吃进去 好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等一下我们炖煮的时候 可以保证它不会掉出来 那等一下我们切的话 形状会更完整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茶包也差不多了 不要太久 不要等苦味出来 我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来 所以不可以在一起熬煮这个 我们的莲藕 那其实就是可以喝的我们的红茶 那再来我们把这个纸米 除了把它塞到莲藕以外 我们把它泡开的一碗 把它加到我们的这个红茶的汤汁 那这个话你可以用纸米 黑米 黑糯米都可以 自古以来它的花青素特别多 所以养生保健要抗老 防老化 抗氧化 纸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主食的来源 我们都知道莲藕比较寒 所以我们加一点桂圆肉 大概是这样一半碗的量 我们把它加进去 这样的话也可以减少我们用糖 因为桂圆本身就有一点甜味 好 我们这样煮滚之后 那我们就适度的吃一下这个口感 因为一般桂圆肉还是不够甜 我们再加大概两大匙的这个黑糖 因为这一道稍微有点甜味 口感比较好吃 因为这样熬煮之后 这个颜色你看就已经非常的漂亮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 已经塞饱了这个纸米的莲藕 我们就把它放进去 煮滚之后用小火 给它一直慢慢炖 炖好之后 大概炖煮30到50分钟 你就会发现这个莲藕 整个就变成淡淡的纸红色 非常漂亮 转眼间其实就炖好咯 那我们就把它捞出来 其他这颜色就很漂亮了 哇 这里面都已经非常绵密 这纸米已经熟透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切一片一片 其实我们在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这样 摆在盘子里面 那我们可以加一点点桂花蜜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用一点点汉米也可以 那这道就是抗老又清爽养生料理 红茶纸米莲藕 但是不要忘了 我们锅子里面还有第二道可以吃的料理 桂圆纸米粥 其实就是一举两得 我们把这个纸米粥也可以把它盛出来 在煮的过程里面 又可以完成一道桂圆纸米粥 在煮的过程里面 柠卡 就是 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